八点最热报Podcast是由幽默宝为你呈现 欢迎收看八点最热报 你好我是严江汉 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热报 巴东家里露营地土崩仍有9人失踪 当局使用电磁波探测雷达GPR帮助加快搜救 几蓝丹家楼拉响红色警报 多个地区沦为水灾重灾区 预料好雨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三 雪州巴东家里土崩事故的搜救行动 今天进入第三天 截至目前有61人获救 24人罹难 还有9人下落不明 为了加快搜救工作 当局今天出动了地面穿透雷达GPR辅助搜寻工作 雪州消灵局的主任诺阿詹表示 GPR可以帮助搜救人员更快地找到被活埋的罹难者 这一项探测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遗址的发掘工程勘探矿石勘探的工作上 在雪州巴东家里土崩地点 搜救队至今还在努力寻找被埋在山泥下的失踪者 雪州消灵局主任表示 挖土工作必须分阶段进行 当局需要先挖走表面三到四尺的泥堆 接着就必须缓慢地边挖掘边检查 避免挖泥基伤害到遗体 另一方面 乌鲁雪兰尔景区主任苏菲安表示 继昨日传召农场负责人与几名男子之后 警方今天再传召三名农场员工入口供 以协助调查 同时警方不排除未来会再传召更多证人 他也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前往邻近的警局进行投报 巴东家里土崩惨剧今天进入第三天 继续有家属到双西茅诺医院太平间认识和领试 其中一位老太太身心疲惫 神情憔悴地告诉媒体 她的女儿一家四口全部罹难 而且遗体都已经寻货 我们来看今天的晚间头条 光华民众华小十二人仅一人获救 一息痛失六老师三学生 新洲出动雷达搜救犬挖土机及余百人 搜寻九失踪者不放弃 中国报十家庭毁天伦天地同碑 光明 民众华小十二人仅一人获救 一息痛失六老师三学生 年底雨季来临 全国各地尤其是半岛东海岸周暑再一次豪雨不断 甚至爆发水灾 大马气象局今天中午也对吉兰丹跟登嘉楼全州上下发出了危险级别最高的红色豪雨警报 直到星期三为止 气象局强调这两个周数这几天不只会连续下大雨 24小时之内降雨量还会超过150毫米 气象局的文告也提到 玻璃市霹雳 彭亨 槟城 吉达 还有柔佛州的一些地区将会迎来持续六个小时的大雨 而截至目前为止呢 登嘉楼跟季兰丹有一些地区已经成为水灾的重灾区了 滚滚洪水在高速大道旁的斜坡倾泻而下 场面惊人 东海岸第二大道通往关丹方向第三百九十三公里处的路段都被山泥水给覆盖 路过的车主只能放慢车速 小心翼翼地开过淹水的路段 另一方面 登嘉楼干马碗 石兆和龙韵再度遭到水灾袭击 截至今天早上 这三个地方已经启动了六个临时疏散中心来安置219名的灾民 吉兰丹的丹纳美拉情况则更加危急 从网络上流传的画面可以看到 源源不绝的洪水从当地一间商店的门口涌入 店内早已汪洋一片 不止如此 还有大量端极的黄泥水从小小的窗户冲入 一些刚蹦了住家外 也早已变成一片泥海 端极的水流不断从高处往下冲刷 有村民甚至已经开始在家制作水桶木筏 随时准备逃生 下节热报 卡塔尔世界杯决赛 泰国青迈出动熊猫预测 动物界看好法国还是阿根廷 物价高涨 但是员工的薪水涨幅却远远地跟不上通货膨胀 这是全球各国都会面对的一道问题 尤其是在欧美国家 民众因为不满意 高通膨掠夺了他们的钱包 变相吃掉了他们的薪水 于是提高收入 拒绝企业降薪裁员 就成了这些国家工人罢工的主要诉求 欧美国家近期爆发的罢工潮 是一波接一波的上演 形成了一股罢工风暴 前天星期五 美国各地有100家星巴克连锁咖啡店的员工 展开了一连三天的罢工行动 想要借此施压他们的公司 同意让他们组建捍卫员工权益的工会 以及抗议收入太低的问题 而发动这一次罢工的星巴克工人联合会表示 一共有100家连锁店超过1000名咖啡师 参加了这一场今年内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活动 其实这已经是美国境内的星巴克员工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发动的第二次大罢工 上个月11月17号 当时就有110家星巴克门市员工 展开了一天的罢工行动 而且他们还选在星巴克举行促销生意最好的那天 当时候有员工就表示 他们罢工就是要打击星巴克公司的痛处 尽管组织罢工行动的联合会声称 罢工可能会导致一些星巴克门市倒闭 但是星巴克总部就坚持反对 让员工成立工会 并表示大部分的门市依旧照常营业 美国星巴克咖啡连锁店的员工在多个地区发动罢工活动 借此来推动组建代表员工的工会 在华盛顿 星巴克员工聚集在店门口前举牌抗议 并且高喊成立工会势在必行的口号 镜头转到芝加哥 尽管天气寒冷到处飘着白雪 但还是有不少星巴克员工站在马路旁 高举写着抗议字眼的大字报抗议 而路过的车子也鸣底表示支持 有示威者表示原本已经面对薪水太低的他们 如今还因为工作时间减少一半 导致按时薪工作的他们 收入变得更少让他们非常不满 至于在洛杉矶地区 罢工的星巴克员工直接把店门上锁 挂上因罢工而暂停服务的告示牌 让到访的顾客不得其门而入 而对于这场罢工抗议行动 星巴克公司表示 他们反对成立工会 认为直接与员工沟通会运作得更好 无论如何他们尊重员工们 举行抗议活动的权利 由魏敏冠军法国对垒南美洲传统强队 阿根廷的世界杯梦幻决赛 今天晚上11点就会登场了 过去几天 各界都在预测 到底是阿根廷还是法国 能够顺利捧起自己球队史上的 第三座大力审碑 像是有两家国际大数据公司 也对这两队的夺冠概率进行了预测 他们都一致地认为 由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会比较占优势 数据网站538的计算就认为 阿根廷队夺冠的概率是53% 法国是47% 至于采用人工智能计算的Opta数据 他们认为 阿根廷夺冠的概率是52.8% 法国队47.2% 除了从大数据的猜测 谁会胜出之外 博彩公司的夺冠赔率 其实也可以看出 到底哪一队是相对比较受看好的 三天前 博彩公司其实是比较看好法国 当时候他们开出的赔率 是如果法国夺冠 一赔1.8% 要是阿根廷夺冠的话 一赔2% 那来到世界杯前夕 风向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博彩公司对阿根廷拿下大力审贝的赔率 是一赔1.75% 法国的赔率是一赔1.95% 不过两队之间 其实那个赔率相当接近了 换句话说 这两支球队算是势均力敌 没有人是明显占据强大的优势 但是球说到底就是大家会说的那一句话 球是圆的 到底法国还是阿根廷会在今天晚上尝到胜利的滋味 不管是大数据公司或者博彩公司 大家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至于民间呢 他们也推出了自己的一套预测活动 像是泰国清迈一家动物园呢 就把预测成绩的任务 交了给当地的一只小熊猫 我们来看看 装好两大碗 几乎一模一样的草 水果鸟蛋和动物粮食 一切准备就绪 泰国清迈一家动物园里的明星 全身红褐色的小熊猫登场 要来预测谁能夺下本届的世界杯 只见小熊猫慢悠悠地踩在树干上 然后就毫不犹豫地走向了张贴法国旗帜的碗 迎来围观游客的惊呼 吃得津津有味的小熊猫 甚至还一度把整个头给埋进碗里头 不过不知道是没吃饱 还是想要两对都下注 吃完整整一碗食物的小熊猫 扭头又出其不意地 开始继续在阿根廷队里的碗里大吃特吃 你觉得小熊猫的这一连串动作 到底是看好法国队 还是阿根廷队在世界杯中夺冠呢 这场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决赛 今天晚上11点 也将在Astro的825高清频道 以及805超高清频道播出 想知道法国和阿根廷 谁最终是胜利者 千万不要错过 好 我们近段资讯 稍回来再聊 越输越惨翻不了身 团结政府里头没当官 马华何去何从 马华在第15届全国大选 一共攻打44个国席 但是最后只是保住了 柔佛州的两个议席 成绩非常不如意 所派出的领袖战将像是 熟理总会长马汉顺 前总会长廖钟来 总秘书张胜文都通通落马了 在全国大选结束 将近一个月之后 马华在昨天跟今天 一连两天召开第69届中央代表大会 而且少有的以闭门的方式来进行 这次的大会议程将专注于内部讨论 和检讨大选成绩 同时也没有邀请国阵领袖 华团代表出席 马华在全国大选 无法打好他们的翻身仗 是不是前路茫茫了呢 党员对马华的未来 又会不会感到担忧呢 基层党员今天在马华总部 接受八点岁日报访问的时候 就表示 马华应该大刀阔斧地改革 调整步伐和转型 重新定位马华 要不然就会跟不上局势的发展 另外也有党员指出 马华必须想办法消除外界 对马华靠巫统吃饭 靠马来人票当选的刻板印象 努力地吸引更多华人选票 现在我们来看看记者 梁德耀和彭惠威 今天早上在马华总部的采访报道 马华今天在吉隆坡安邦路总部 召开第69届中央代表大会 一大早大批身穿白色党服的党员 聚集在马华大厦外 尽管在本届全国大选继续惨败 但党员们的心情似乎已经平复 接受政局已定的事实 期间当总会长魏家翔抵达时 还获得党员们的热情打招呼 早上十点 马华的党代表大会正式开始 但由于这一次是以闭门的方式进行 媒体都不能够进入采访 前往会场的楼梯口 也安排了保安人员助手 大约四个小时后 魏家翔在熟理总会长马汉顺 和总秘书张胜文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他向媒体指出 今天有份出席大会的党基层还是很热情 并表示他们已经对未来的政治挑战做好准备 另外当被问到 马华是否会在明天的首相信任动力当中投支持票时 魏家翔的回答是 我就说吧 你说你支持 你成为这个政府的一部分 虽然不在内阁 但是你是支持这个团结政府 那你的举动一定要符合 你所做的嘛 不再划下把 虽然魏总表明 马华既然支持团结政府 那就不用再讨论 是否会投信任票给安华 但由党员受访时 依然对马华和死对头行动党 破天荒一起携手组建团结政府 这件事有怨言 他们认为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适应这样的合作模式 当然会尴尬 为什么不尴尬 打了假了这么久 突然间做朋友 你可以吗 马华就给他们骂 骂到体不完肤 骂到卖卖卖卖卖 怎样 现在我们怎样 我们感受是很深的 我们不会适应这个问题 要很久很久才会适应 因为每个人骂骂几十年了 我这个骂 突然间做朋友 一定有心里面有接地的 肯定会尴尬 毕竟在大选之前 大家都互相对立 特别是马华 作为一个比较久的政党 我们就是跑中庸的路线 不像民主行动党 他们的一些议员 他们有时讲话 不用本钱的 所以我总觉得 我们在里面肯定很尴尬 所以未来马华应该怎样走呢 就由领导层期决定 不过也有党员是乐观看待 认为大家是时候 必须放下成见和仇恨了 其实不会尴尬了 我们是继续在看往后的日子 我们给行动老骂了36年 那么今天碰在一起 遇到一些行动党的 也是党员也是朋友 那么他已经说 我们是一家人 那段时间我们会好像 short一下 因为我们一路来 都是在对立着的 最主要看这一家人是怎样跑 取权就不适应了 但是全部都是以华人为主 以华社为主的一个政党 有什么可以需要多出分辨吗 没有什么好分辨 只要大家为了华社 共同努力 都不需要去公来公去 就是要团结政府 要团结 所以属于还是为这个国家献出 都是我们的国家 应该大家团结的 向前看 过了就算了 你要大炒到那会儿没意思 对吗 就向前看 大家团结 把这个经济搞好就好了 另外 前副总会长林祥才 受访时直言 马华在这届全国大选 交出这么差的成绩单 党内必须有人负上责任 马华居目前的领导层 就是成绩不理想 所以他们自己要决定去留 是不是应该他们继续下去 还是他们应该离去 给新的领导层去领导这个党 是要靠他们自己的智慧 因为毕竟今年是党选 记得在从王嘉定时代 他竞选 就是成绩不好 他自己隐退 接下来蔡西里竞选 成绩也不好 他也隐退 而廖中来也同样宣布参选 给新的领导层 马华连续两天召开 闭榜和母体的闭门大会 专注内部讨论 及检讨大选的成绩之后 就宣布 虽然马华没有议员入阁 但是他们依然支持 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在过去四届的选举当中 马华从308赢得的15席 锐减到505的7席 509只剩1席 以及刚刚结束的1119大选 保住两席 虽然是跌到谷底 但是没有明显的反弹 一直翻不了身 如今跟着国阵的脚步 马华是加入 成为团结政府的成员了 但是他们在内阁当中 是没有部长或副部长 马华未来该何去何从呢 翻身之路 该怎么走呢 政治学者潘永强 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其实对他而言 严格来说的话 马华现在不算是在政府里头 因为内阁里头 马华没有政府部长 在一些州属 就算赢下了州议席 但也不是行政议员 所以马华现在呢 他认为充其量只是一个 在国会里支持安华的政党 在政府里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 明年在半岛西海岸 宾城雪兰和森美兰的州选上 西蒙应该会和国阵分配选区 而国阵分配到的选区呢 基本上就是由巫统来上阵 因为西蒙里的形容党 应该不会让出任何华人选区给马华 那虽然马华是国阵成员党 又支持安华 但是过去马华在华人混合区都全军覆没 所以根本没有实力和筹码 在未来的这个选区协调里有一席之地 从选举政治的角度来看 马华未来的路会走得相当艰辛 而马大副教授阿玛阿兹曼呢 他也认为选举的政治是现实的 马华虽然自诩是代表马来西亚华人的政党 但是过去几届的选举当中 马华却被绝大部分的华裔选民拒绝了 反而很讽刺的是 马华还必须谢谢巫统的扶持 基于马来票 才让马华能在选举当中续命 保住火种一席 不至于被剿灭 不过两位受访者都认为 虽然马华的前路看起来很困难 但是马华呢 还是可以继续存在于大马政坛当中 翻身的出路也不是说没有的 马华工会 它还是会存活一段很长的时间 因为它还有相当丰厚的党场 不管是现在在阿玛阿兹的马华工会大厦 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产业 它每年还是有非常丰厚的租金的收入 它还有党报 它也有党校 党报就是这个英文信报 马华工会旗下还有大学 那么这些大学尽管它的盈利 它所收取的这个收入 不一定能够归到马华的这个体制里面 但是它毕竟还是在这个华人社会里面 有一丁的分量 那么这些大学的体制 也可以让马华来这个吸纳一些党工 帮你一些角色 有产业 有收入 还有媒体平台以及大学 可以吸纳党工与人才 政治学者潘永强认为 虽然输到只剩下两席 也没有加入内阁当官 但马华还是可以继续在大马政坛 存活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至于垮掉 况且马华在华人社会基层的渗透力 还是相当大的 比如学校 神庙和社团 还是有很多马华基层掌握 是马华可以控制的网络 而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则认为 马华要翻身 就要努力修复自己在华社的形象分 马华要怎么修复形象 赢回华社的心呢 政治学者潘永强认为 马华如今最大的困境是 在人才的新陈代谢上 清皇不洁 缺乏40岁以下搬得出台面 素质好 形象好的年轻精英 因为在308政治海啸之后 很多优秀的华人精英 如果要从政都会加入行动党 公正党或者非政府组织 不会把马华当成首选 所以马华也争取不到 形象比较卓越的年轻干部 马华会最严重的问题 40岁以下基本上已经没有人才 或者是说你可以延伸到 50岁以下他也没有太多的人才 比如说现在马华的台面上 可以站得出来的领导 除了魏家祥 张森文 或者是马汉顺 那么基本上其他的都不是素质太好的 年龄层越低 基本上还不成熟 或者是不是太优秀的 不管是要争取年轻精英的加入 还是要赢回华人选民的心 马大副教授阿汪阿兹曼认为 马华要做的改变 是要从政治论述上去做调整 马华不需要去斗民粹 更不应该再以单一族群的论述作为号召 因为华人也不再吃这一套 反而在选区结构已经趋向越来越多元混合的情况下 马华应该以马来西亚人的中庸论述去竞争 马大副教授阿汪阿兹曼认为 没有在团结政府中加入内阁的马华 应该利用这次的机会把专注力放在自强上 就是加强巩固政党凝聚力的同时 也应该花更多心思去招纳人才 拟定赢回华人选民的制胜方程式 确保自己在下届全国大选当中 有竞争力可以翻身 无论您去到世界哪个角落 YouMobile都让您尽性漫游 全新YouMobile给您免费国际漫游数据 即免费接听来电 在全球63个目的地都可享有 然而在马来西亚境内 您也可享有高达1000GB 5G高速数据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 您都无懈可击 详情浏览You.com.m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